从摇篮到摇篮的裤子 与传统裤子 其差别在于原料端 传统的布料处理 必须将原本的锯纸纤维颗粒融化 制成细丝 丝绑成沙 而沙线在上浆之后 制成了筋布 再经过织布处理 洗去浆料与润滑油 再染上颜料 经过高温定型 才能成为我们日常衣物 所用的布料 旧衣服虽然可以回收 但废弃的锯纤维 要重新锻炼后再聚合 这整个的过程相当耗能 而台湾所研发的PP布料 则发挥了它融点低 所以在制造时 所耗费的能源比较少 再加上过程中 省去了几个步骤 因此符合 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